印尼教宗与西斯塔尼的会晤启发印尼人的宽容态度 请点赞订阅 谢谢 作者Messiahsheriody文化和社会的代表人物强调了此事的重要性和价值 后者遵循阿布扎比文件 韦伯沃神父认为 该文件所宣布的兄弟情谊将是所有不同宗教团体能够相遇 并采取相同精神行动的关键所在 雅加达亚洲新闻 女权主义领袖 谢ICRP印尼宗教与和平会议主席穆利亚CT Master Müller教授认为 教宗方济各与伊拉克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 阿亚托勒阿里阿尔斯斯塔尼上周的会议表明 大部分印尼人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贯彻相同的精神 尽管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只不过是对他人宽容的精神 他们的会面不仅仅是两大宗教的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简单的象征性举动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教宗方济各会见西斯塔尼的真正精神最好反映了圣作大力对他人所做的一切 穆斯林 我看着那种好行为 尽管他们已然年迈 但两人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 致力于减少基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暴行 穆里亚教授在亚洲新闻上发表评论说 与此同时 要加强各个宗教团体之间的宽容与和平精神 他补充说 他们代表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也向我们表明 这两个国际人物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结束伊拉克的宗派暴力和地区冲突 他表示 尽管教宗与阿亚图拉之间在种族宗教及其他方面存在各种差异 但这样一次历史性会面是作为跨宗教对话活动人士的我相信 和平是我们的首要使命 此次会见或加强宗教自由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属于团体的伊拉克人 令我惊讶的是西斯塔尼的言论 伊拉克全国上下都应尊重所有非穆斯林伊拉克人的公民权利 另一个引起他注意的方面是阿亚图拉家中挂着的横幅 上面写着我们都是弟兄 如果不是信仰宗教的兄弟 我们决心在我们共同的人类基础上成为兄弟 他解释说 这个流行词来自什叶派团体的核心人物塔利普 阿利宾阿比斯利普 塔利普是伟大先知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最后总结说 这种精神应加强我们在确认宣扬和传播 同一精神的共同想法 极宽容与和平 加强兄弟般的兄弟情谊 阿祖马迪阿兹拉 教授是穆斯林学者 并于1998年至2006年期间任雅加达沙亚里夫 国立伊斯兰大学前校长 他认为此次在纳杰夫进行的历史性会见 再次反映了盛作最强烈的呼吁 即促进基督徒 天主教徒与穆斯林团体之间的兄弟情谊 阿兹拉教授表示 教宗方济各和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上周的会面反映了此前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历史性会晤 2019年2月4日 教宗与爱兹哈尔大伊玛穆塔耶布阿玛特尔塔尔布在此签署了阿布扎比文件 兄弟情义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得到尊重和贯彻的共同价值观 他最后总结说 感谢教宗与爱兹哈尔大伊玛穆塔耶布 两个不同的宗教团体向国际团体展示了这种人文精神 他们致力于建设更优质的宗教生活和更和平更和谐的生活 信念付诸实践KWI跨宗教委员会 同Mousey HAKKWI之间